来 来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呀 好 上一次妈妈是不是讲到 哈利波特碰到伏地魔了呀 那哈利波特呀 他在魔法学院看到伏地魔之后呢 小朋友们都害怕了 哈利波特知道啊 童童来把眼睛闭上 边听妈妈讲故事边睡觉好不好 伏地魔呀 他想把哈利波特的学校 都给夷为平地了 童童乖 童童睡觉觉 不用了 谢谢啊 吴小姐 立总吩咐过 请您即快离开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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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以为没有什么卡是过不去的 可是我现在 童啊 在日子还得往前顾 你又不是永远失去童童 你还可以去看她 虽然你还可以去看她 虽然那个心立的 可是童啊 你好坚强的呀 我以为我自己很坚强 可是自从没有了童童之后 我发现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怎么会没有呢 怎么会站不起来呢 童 你看 你不是站得好好的吗 能站 扶着我 走 再回家 走 走 童 童 不行童 来 我背你 不用了 来 上来 真的不用了 来 不用了 我自己能走的 走 笑笑 八戒人也没你这么八戒的呀 人都走了好几天了 你还帮她擦桌子 是不是想等梧桐回来 当上力士老板娘好重用你啊 我就告诉你吧 咸鱼翻身呢 也还是条咸鱼 告诉你 我就爱扒着梧桐 你管得着吗 梧桐能不能当上力士的老板娘 我不清楚 但是梧桐的儿子啊 一定是力士的继承人 我都忙得脚打后脑勺了 你们还有心心打嘴仗啊 赶紧的 一会儿客户来公司 算了 算了 把资料送到办公室去 好 今天真热啊 我快热死了 快点进去 快点进去 来 你干什么 原来你真在这儿啊 这几天都联系不上了 本想来这儿找找看 没想到你真在这儿自暴自弃 差不多了 我送你回家 你干什么你 你让我喝 我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酒了 你知道吗 我生童童的时候 我才二十三岁 那时候我每天都好紧张好害怕 我怕童童跟着我 在一起吃不好喝不好 跟我在一起受委屈 所以 所以我就拼命地工作 我吃多少苦 我都 我都没关系呢 够了 你还没完全出国 我们还没关系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都都是我的唯一 我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干什么 走吧 你干什么 你干吗 你干吗 我 我 你干吗 我 你干吗 我 我没事 我能走 你手来了 来 你别管我 让我躺一会儿 没想到你个子这么小 还挺沉的 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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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